哈囉大家好我是Enter 今天要和大家聊聊我們最近開箱的這個 Thunderbolt 3的外接盒 那這個品牌呢很多人應該都沒有看過 我自己也是這次要開箱才知道這個品牌 叫做Noda 然後他們在做有關 Thunderbolt 3的外接盒還有裝置 那影片開始前邀請您按讚訂閱Enterbox的頻道喔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最近使用的 Thunderbolt 3 Dock 名稱是Noda Halo Thunderbolt 3 By Directional 40GB Docking 一開始看到的時候我也是蠻納悶的 那Noda是品牌名稱 那什麼是Halo啊 後來看到介紹後 印象比較深刻的一個原因是 他們要取光環的這個意思 喔那我就明白了嘛 這看來就是一個自帶聖光的產品啊 那簡單看一下規格 這是一個 Thunderbolt 3的9核1的外接盒 那USB呢是3.1 Gen 2的 而且呢DP有支援到8K啊 是非常厲害的 那我們先看一下外觀好了 外觀六面都是金屬材質 而且呢是整塊鋁材CNC加工出來的 不過它的外殼就做的比較薄 敲起來的聲音就會感覺沒那麼厚實 我個人是喜歡再重一點啊 就是再厚一點扎實一點的感覺 可能也跟先前使用 同類型產品就是 Thunderbolt 3的外接盒的 一個既定印象 會覺得 這種東西應該是會比較重一點 但是實際上呢 Halo的重量也是比同類產品還要輕的 應該是我目前用過 算最輕的 Thunderbolt 3的Duck 那它的重量 官網是寫就有300公克 包裝上面寫就有300公克 不過我們實際測起來大概是318公克 這個重量還是 是蠻輕的真的如果你有用過其他 Thunderbolt 3的Duck 這個真的是蠻輕的 那在整體外觀的方面 它都是很平面很平滑的外觀設計 也沒有散熱極片的樣貌 然後裡面也是Fanlist的 不過表面手感上呢 磨砂處理是比較深一點的 跟它的圖片看起來不太一樣 摸起來的感覺是比較粗獷一點 這位導角是沒有拋光的 還是保持陽機處理不霧的樣貌 外觀有一點傾斜 就是從側邊看的時候 那從正面看的時候 對於肉眼來識別 哪一個是正面還是背面 其實也是蠻有幫助的 那像這樣的Ducking 主要都是給比較高階的 Thunderbolt 3的Mac 還有Windows來使用 那我這次是比較想要用在iMac上面 解決IO在後面比較難插的問題 雖然先前我們有開箱過 A10的UH3230 不過因為它沒有支援 USB 3.1 Gen 2 還有4K 60fps 這個比較可惜 那加上還有 Thunderbolt 3都沒有支援 所以我虛忘藉由 Noda的Hello這款產品 在這次的過程中一次解決掉 那主要是說 其實這類的Duck 沒有說一定是要給筆電用啦 像我就覺得 其實給桌機用的需求量也蠻大的 對iMac的使用者來說 雖然iMac有兩個USB-C 而且都支援 Thunderbolt 3 但是這不代表說你真的有兩個 Soundbolt 3的頻寬可以使用 實際上他們是共用一個頻寬 所以如果一個已經吃滿的時候 那另外一個就沒有辦法了 所以對iMac來說 不管是USB 還是 Thunderbolt 3 透過Duck 把IO拉到前方 我覺得都會對工作來說是更方便的 也會有更好的效率 而且透過Duck 還可以把 Thunderbolt 3的高速頻寬用滿 就不會有浪費的感覺了 Hello這款Duck 也有支援Windows 剛好最近我們在開箱華碩的 ZenBook Pro Duo UX581GV 這台非常貴的筆電 它就有支援滿速的 40GB的 Thunderbolt 3 我們實測連接 Hello也是可以正常運行的 而且速度也真的可以達到 Soundbolt 3的速度和功能 不過呢 因為UX581GV 它的供電是獨立用 專門的接口去接的 並沒有支援用USB-C來供電 所以當然也沒有辦法透過 Hello來充電 那麼講到USB的部分 Hello有支援USB USB 3.1 Gen 2 10G喔 那為什麼這很重要呢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 Soundbolt 3的Duck 或是Hub 它其實轉接出來的是 USB 3.1 Gen 1 只有5G而已 那速度就只有一半 那像我們平常用很多 USB 3.1 Gen 2的外接設備 那我覺得這個速度就會非常非常重要 也是我挑選Hub 一個蠻大的原因 那尤其呢 像iMac的IO也不多 其實它就只有兩個Type-C 然後和4個 3.1 Gen 1的Type-A 那如果我接了Soundbolt 3 其實就代表也就少了一個USB 3.1 Gen 2啦 所以在這邊會建議大家 如果找Hub的話 可以盡量去找有3.1 Gen 2的 這樣對未來的支援性也會比較好 然後速度也會快上很多 那以Hello來講 它有兩個 Type-A 和一個Type-C 三個都有支援到USB 3.1 Gen 2 但是大家也要留意到 其實呢 這類產品啊 它通常都是共用3.1 Gen 2的頻寬 也就是說這三個都是用同樣一個USB的頻寬啦 那速度不是說你插了三個我就可以有30G 不是這樣喔 這三個你總共速度最高就是4G 所以一個小結論就是 其實如果是要求速度快 這類產品最終還是共用一個頻寬 所以像Hello給三個這樣 其實就很夠用 甚至對我來講是太多 因為有時候我真的是要很快的速度 其實一個USB的SSD就可以完全吃滿10G的速度 那如果你只是單純希望接比較多的USB的iMac用戶 或許你想要一次接10幾20台iPhone 或是一次接很多鍵盤滑鼠 之類的這樣子 那我倒是覺得 就不要去插到Hello上面 因為你這樣浪費它那個速度嘛 這種情況其實用一般的USB 然後連接iMac後面的Type-A 會是比較便宜簡單解決的方式 在使用Hello的USB時有發生一些狀況 可能是我原本的線材比較差 就是我使用的USB-C線材 會造成干擾或是速度變慢 後來呢 我用了Noda原廠的USB線後 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這個狀況就改善了 所以可能是我的線材差 或是相容的問題 大家使用的時候 真的要多留意線材的品質 那在測試USB 3.1 Gen 2的速度時 我們使用了Teku的583 Superfax外接盒 搭配Intel 660P 1TB的版本來做測速 實測先來看看iMac直接連接外接和SSD的速度 寫入速度是870Mbps 讀取是924Mbps 那透過Hello轉接然後到前面連接以後 那寫入速度是740Mbps 讀取速度是876Mbps 所以除了在寫入速度稍微慢了100多Mbps以外 讀取大概是慢50Mbps左右 那更進階一點 我們用了兩顆SSD連接Hello來做測速 速度也有跑滿10G的頻寬 那像這種情況就是前面提到的 晶片會自動分配速度給兩顆SSD 讓它可以共用這個頻寬 所以Hello的USB是真的可以達到USB 3.1 Gen 2的速度喔 接著看到讀卡器的部分 Hello有標準大小的SD 4.0卡槽 和CF 2.0卡槽 而且它是可以同時使用的喔 有一些比較低階的它可能是USB 2.0 或是它不能同時使用 那Hello這個是USB 3.0的速度 而且可以同時使用 所以不會讓記憶卡的速度卡住 這個記憶卡讀卡機真的是非常重要 尤其對有在攝影啊或拍照的人來講 真的是非常需要的東西 其實連iMac自己也有 但是它是在放在 放在後面啊 每次要用的時候都要在後面讀半天 所以呢 我覺得 Hello有這個讀卡機還是非常方便的 那實際測試 我們用先前開箱過的 頭緒把128GB的記憶卡來說 讀寫速度上也是幾乎沒有損失的 那網路的部分呢 它有支援1G的網路 這樣我們現在iMac就有兩個網路了 不過兩個要幹嘛呢 暫時也想不到 可能有一個使用場景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因為像我們之前還有另外一台 比較舊的iMac 那我們可以透過這個網路口 讓它直接跟 另外一台舊的iMac連接 那這樣就可以讓兩台iMac 用有線連接的方式達到100MB的傳輸速度 雖然我們定位要把這台Dock用在iMac身上 不過既然是開箱嘛 還是要把PD的部分講清楚 在TB3的這一端呢 充電可以達到60W 所以要充筆電當然也是可以的 以蘋果的筆電來說呢 對13吋的MacBook Pro當然就是剛剛好的 那也比13吋的MacBook Air還要高 所以是可以充的 而充15、16吋的MacBook Pro當然也是可以 只是它最高就是只有60W 那其他支援充電也支援Thunderbolt 3的筆電 理論上也都可以支援 一邊充電一邊傳輸資料 那這個就是Thunderbolt 3厲害的地方啦 為了要測試 Holo的Thunderbolt 3速度 是不是真的可以達到這麼快 我們使用之前開箱過的 TechQ Rapid Thunderbolt 3 SSD 當作外接裝置來進行測速 那實測 當Rapid連接到iMac 跟Rapid透過Holo來連接的時候 那個速度其實都是差不多的 都可以達到2000多Mb 這個誤差非常小 大概在1%以內而已 所以Noda的Holo和TechQ的Rapid 都是非常好的Thunderbolt 3產品 那我也很喜歡 Holo這款Docking 因為它使用的是 無風扇Fail List的設計 所以就不會有震動的問題 不會有累積灰塵的問題 也不會有風扇噪音的問題 當然在溫度方面呢 這麼強大的效能 它一定是會有溫度的 那以目前我們用過最兇的情況來看 測量外殼溫度最高都沒有超過40度 也都沒有遇到溫度影響到效能的問題 那我們測試的時候 盡量就是把它的頻寬和效能都吃滿 實測帶傳輸資料 包括同時用 Thunderbolt 3跑A64GB的傳檔喔 還有檔案測速 然後還有其他的 能差的都把它插上去了 就是盡量把頻寬吃滿 但是因為我們最近手上剛好沒有DP的產品 所以就沒有把DP插上去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連續使用一個小時 正面的溫度最高是測到37.1度 那接著為MacBook Pro充電 但是不傳輸資料 溫度有稍微高一些 正面的溫度大概達到38.1 背面的最高溫度來到39度 整體比較高的溫度都是在 Thunderbolt 3連接的這個區域 那整個看下來其實都是沒有超過40度的 當然可惜啊 因為現在沒有什麼8K、4K的螢幕 可以用DP來測 所以目前都沒有測試到這部分 希望未來如果有個高解析度的螢幕 可以來操作看看這個Dark的極限啦 那回到溫度和噪音的這個部分 HELLO沒有風扇的噪音 但是在使用的時候 晶片似乎會發出一點點聲音 會有滋滋滋的聲音 而且如果有充電給筆電的時候 聲音真的不小 比筆電的風扇還要大聲 雖然在人比較多的吵雜環境 這個噪音可能沒什麼影響 但對我們來講在安靜的工作區域 這個叮叮叮的聲音就會非常明顯 作為對面的人其實都聽得到 使用上真的是有點小口分啊 希望廠商之後能夠改善這個問題 這樣產品真的會變得更棒 而這款HELLO 很厲害的地方是 因為它採用的是新一代的 Thunderbolt 3的晶片 是Titan Ridge的系列 已經可以支援到8K 60fps 或是4K 120fps 真的是非常厲害 我根本就沒有8K的螢幕可以測啊 當然呢 也能支援4K 60fps 真的是高階的Dark 才能有這麼高的畫質 那麼從帳面上的規格來講呢 除了可以從DP輸出8K HELLO也可以支援 透過USB-C 用Displayport Alt Mode 達到8K的輸出喔 Displayport的位置呢 它是在USB Type-C 和電源連接孔之間 實測連接上DP的線材 也是不會卡到旁邊的接孔 所以這個部分考慮還是蠻周到的 那這個電源供應器也是蠻大顆的 跟一般比較高階的筆電 差不多了 那它最大可以提供到135W 算是相當大啦 那外觀呢就比較普通 不過它表面呢有一點 細紋的紋路這樣子 那還好這類充電器 其實我們通常也都是 把它整理好以後 放到電腦後面藏起來 讓它看不到 那實測功耗的方面呢 整機代機的功耗大約是2W 接著連接到IMAC 因為它不會給IMAC供電嘛 那在這種情況下 它的功耗大約是6W 接著我們連接上兩個USB的SSD 一個Thunderbolt 3的SSD 一個SD卡 這四樣東西都插上去以後 功耗大約在13.6W左右 再接著我們就讓這四個裝置 同時傳輸資料 那它的功耗變化的幅度就會比較大 但基本上都不會超過20W 那接著如果我們是用筆電來做這樣的測試的時候 以MacBook Pro的13吋來講 它也會抓到60W的供電 所以實際上大概就是前面的20W加上60W這樣的功耗 在拆解方面呢其實很方便 因為它都是普通的十字螺絲就可以打開 不過機身上下你是看不到螺絲的 這點我覺得還是做得不錯 而是藏在腳墊下面 所以要先卸下四個灰色的半圓形腳墊 才能將螺絲轉開 那這邊蠻有趣的是 其實螺絲不用完全卸下喔 大概只要轉到一半左右就可以將底蓋打開了 因為它螺絲後面還有螺帽 可以讓卸下的時候螺絲不會離開底蓋 這個設計其實在科技產品是沒有那麼常見的 我覺得這個設計真的是很方便 當然如果是一般不會拆的人來講應該是沒有差啦 那我們覺得整個拆起來的感覺還是非常不錯 那在裡面可以看到它的主控還有這些晶片 比較有趣的是它的Thunderboard部分是用模組化的設計 據說這個應該是目前唯一一個是這樣來做的產品 真的是蠻厲害的 總結來說呢 Holo因為是新出的產品 微格面真的是非常豪華 然後有三個USB 都是支援USB 3.1 Gen 2 這點就真的非常實用 那在Displayport的部分 因為它支援到8K 其實真的超出我們現在能夠用的範圍 當然我們如果以後有8K螢幕 或是4K 120fps的螢幕的話 這個真的是非常棒啊 對於未來的需求真的是綽綽有餘 非常開心 那整個使用下來基本上也就沒有什麼問題 大概就是一些使用體驗的方面啦 像是說那個晶片有噓噓噓的聲音是蠻吵的 還有那個外殼有時候會有一些小傷 其實如果這些細節的短板都有誤導的話 會可以提升整個使用體驗是會更好的 那我們今天開箱的分享就到這裡 邀請您按讚訂閱分享Enterbox 我是Enter 我們下期再會 製造成功的 那製造成功善 底居 還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